2019年10月14日,本市相安无事的星期一,但微博却因为一个话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网传韩国女星Shelley的死亡声告惊呼了众人,就在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这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会突然说走就走的时候,韩国警方在当地时间下午确认了她的死亡。 可能有不少人会认为,一个韩国女星的去世,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大的轰动效应?可能就是因为她生前富有争议的人生吧。 Shelley是童星出生,在11岁就加入了韩国SM公司做练习生,自有万千宠爱光环缠身了她,被誉为了SM公司的小公主,之后事业道路上更是一直顺风顺水。 作为童星的Shelley,在出演电视剧《楚童谣你的女主角》因半项经验而口碑高声。 15岁,她更以女团的身份出道,FX虽然作为女团的神迹平平,但组内的成员,例如Shelley,郑秀金,宋茜,却都红了。 当时Shelley是团里面的门面搭档,是粉丝眼里的小仙女,号称人间水蜜桃。 但是童星往往很难,一红到底,哪怕是为数不多的自然美女Shelley也是如此。 在相继出演的电影《海盗》时尚王之后,粉丝就对缺失童年灵气的Shelley有了些许失望,不过让她彻底坠入了口碑的深渊,则是她的恋情以及私生活。 宣传专注演技的Shelley不顾粉丝感受退出FX女团,但是她却没有真的专注演技,却改做网红主播和客串模特,跟时任男友大修恩爱,发图尺度却一发不可收拾。 又更甚至被爆出Shelley与有恋童癖嫌疑的摄影师Rota合作,拍摄打插边球的罗雷塔写真,媒体及粉丝对她频发个人的真空照抢占热搜,以及直播中的人为意外走光而大跌眼镜。 频频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负面评价,也就是当这些负面评价评出的时候,Shelley开始变得委屈,甚至出现了抑郁病。 对于自己遭受的差评,Shelley也试图辩解,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薛卫和总是收不到好评。 Shelley也曾经正面跟大家刚过,身体是自己的,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但却始终无法得到粉丝们的认同,最终她患上了抑郁症。 早在2016年,曾经有过自杀未遂的行为。 最终,在昨天,她将自己绑在了照明灯上,永远地离开,并留下了一句,我接受你的告白。 Shelley的突然死亡,显然是震动了整个媒体圈以及粉丝群体。 微博话题,去世后才值得赞美,成为了粉丝以及媒体相互讨伐的战地。 的确,网络暴力一定是导致Shelley年少丧命的最大杀手。 可是,这个杀手的群体太过于康大了,根本无法追责。 另一个就是抑郁症。 有些调侃的话说到,现在谁每个病都不好意思出门, 这个病就是被大家普遍觉得无关紧要的抑郁症、忧郁症、密闭空间恐惧症等。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让大家对这些心理疾病的关注程度少之又少。 哪一个明星没有过失眠,没有过抑郁啊? 可是就是因为这种不重视,不关怀,最终亮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命案。 Shelley一定不是最后一个,但希望从她开始, 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多一些关怀和爱,少一些无知的恶意吧。